我們說什麼是感應性呢? 就是說身體有多少能夠去探索周圍的東西 我們探索刺激 第二頁 身體有什麼可以探索周圍的刺激? 眼可以探索什麼的? 眼可以探索 對答吧 眼可以探索光 耳呢? 聲音 那皮膚可以探索什麼? 溫度變化 你跟著本書讀其實也有些作用的 譬如皮膚探索周圍熱、冷 或者有人拗你 有人去壓一下你的皮膚 或者是痕的 你都會感覺到一些壓力 我們叫做機械感受器 溫度感受器 稍後這部分我們會主要教眼和耳 眼和耳 從探測刺激到作出反應書的例子 你會看到巴士 然後你會跑過去 我用的例子可能是 你的耳朵聽到一些電話鈴聲 或者早上聽到鬧鐘 你會坐起來 紮醒 然後你會站起來 準備梳洗等等 這些例子也是說 我們從探測刺激到作出反應 經過哪裏 為什麼你聽到電話鈴聲 你就會睡醒 那我們就這樣應聲 這裡有五個部分 讀一次出來聽一下 刺激 刺激 例如眼睛 眼睛把訊息傳送到哪裏 眼睛把訊息傳送到 腦部 很多時候我們所說的腦部 都是一個協調器 現在正在學神經系統 神經系統 都是一個協調器 腦部就會發送一些訊息 會叫你身體的肌肉 睡醒了 要動了 你聽到鬧鐘要梳洗了 要起床了 效應器就可能是肌肉 肌肉的肌肉收縮 讓你睡醒 就會作出反應 經常都會跟著這五個步驟 我之前提及過 第十五課至第十八課 都是提及這一系列的東西 OK 好 下面我們會教眼睛 眼睛 頭幾部分都不太重要 後面的部分才會多考 我前面會簡單介紹 不會怎麼考的 我不知道公開試 但在我的小冊裡面 我已經知道出了什麼 例如 不考的是什麼 眼眉 好像 眼眉 好像一個掃把 擋住層 擋住汗 很簡單 你在外面看到的結構 擋住沙塵 擋住汗 眼睫毛 不要讓它那麼容易進入眼睛 OK 然後眼簾 就是你平時斬眼 你會看到 肉 跟膚色一樣 那些眼皮 其實就是眼皮 那你斬眼可以擋住 強光 擋住沙塵 保護眼睛 而且也可以斬眼 讓眼睛表面濕 因為有些水分 覆蓋在眼睛表面 眼黏 濾線就是 分泌濾水 濾水可以幫助 清潔眼睛表面 也可以殺滅細菌 如果眼睛表面飄了細菌 就可以清潔細菌 你留眼淚 眼水一定會流出眼睛外面 很多時候眼睛裡面有一個坑渠 是你的雷管 就是把眼睛擋一下 濾水 就會流出 OK 簡單介紹 這些都不介紹 到下面 到下面 我們會教到眼球前方的部分 就是 眼球要怎樣移動 這個整個球 整個球 整個球 原來有些紅色的眼肌肉 眼肌 拉著眼球 讓它好像球一樣 會滾來滾去 左右轉 可以的 OK 後面 後面 你可以先看 如果喜歡聽書 也可以 拿動畫 也可以看立體模型 可以花時間 這裡怎麼說呢 拱膜就是眼球最外層 外面那一層不透光質地堅硬 即是指給你看 外面那一層 或者指給你看外面那一層比較硬 不透光的 它負責保護眼睛的內部結構 第三點又提到鞏膜 讓眼睛黏著表面 讓眼睛的肌肉貼上去 就可以拉到眼球動來動去 好 下面那一句 角膜 角膜是一個 好像手機的鏡頭一樣 表面的玻璃一定是透明的 如果不透明會怎樣 手機的鏡頭不透明會怎樣 拍不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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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如果手機前面的鏡頭是黑色的話 看什麼都黑色 所以角膜 角膜 角膜是 前面這一層 前面這一層叫做角膜 前面這一層角膜有什麼特別呢? 可以找到一層角膜 是透明的組織 而且 角膜的表面好像弧形 好像我 阿sir戴著眼鏡 有些曲線 幫忙折射光線 什麼叫折射光線呢? 稍後後面會說 把光線聚焦到視網上 OK 好 第三個部分 剛剛跟同學說 叫做麥樂膜 麥樂膜是什麼顏色? 麥樂膜是什麼顏色? 黑色 黑色 我跟他們說的比喻 麥樂膜 再一次給你們看 就像你去戲院看電影 為什麼周圍有些黑色的布呢? 因為那時候上課有聽書 你會記得我說這個比喻 為什麼周圍有些黑色的布呢? 為什麼周圍有些黑色的布呢? 或者一個入口呢 通常是養開黑色的布呢? 為什麼黑色的布呢? 為什麼黑色不用白色呢? 想不想像到嗎? 那些光這樣走進來 那些光這樣走進來 如果 眼球裡面 它沒有黑色的黑色素 它沒有黑色素 那些黑色素 那些默奈膜 眼球的光這樣走進來之後 它會反射 彈來彈去 就像你坐在戲院裡 那樣 你集中到的東西 不只是前面 那個大屏幕 你還會有其他地方的光線 就像那些人 那些人坐在戲院裡 開手機那樣 那樣就殘忍自己看電影 你只想 我用一個星星來做 比如 現在在這個位置 你只想 聚焦於外面來的光線 對不對? 你只想聚焦於外面來的光線 就像你很想看著大眼膜 發生什麼事 而你不會想看到 有其他地方折射過來的光線 反射過來的光線 你不想像紅色線咀般反射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 看到 在這裡 原來 在脈絡膜 我們會有黑色素 吸收到光 減少光線在眼球裡面的反射 就是 你不喜歡看電影 有些人開手機 有些光在其他地方的光線 你只是想在 正前方 你只是想在正前方 接收到這些光 OK 好 那我再下了 脈絡膜也有微血管 把營養素和氧氣供應給脈絡膜 紅膜 紅膜呢 紅膜就是 你看下面 很重要的 看到 顏色的 有顏色 白色 有顏色 有顏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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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排肌肉來的 那它有什麼使用呢 它顏色不重要 它重點是 你看到嗎 看著眼睛 如果眼睛的紅膜遮住,譬如我用一個强力電筒照著你的眼睛 有很多光線會走進你的眼睛,可能會破壞你裡面的細胞 太光了,會殘身它們 那你想中間的黑色洞洞大一點還是小一點? 如果你想保護眼睛 聽不到? 小一點 因為裡面的光實在太小,你撐著它會破壞 所以我要少一點光進去 怎樣少一點光進去? 就令黑色洞,稱之為瞳孔,要弄小一點 那瞳孔要小一點的話 如果瞳孔要小一點,外面這個圈就要收縮 好 外面這個圈就要收縮 好 我們要想辦法保護眼睛,我們就要控制到那個紅膜 放鬆還是收縮 紅膜一收縮 一收緊的時候,它會不會細了 細了呢? 紅孔也會細了 紅孔細了呢? 就會等少一點的光線在眼球 好 所以你可以選擇下面的字 同孔呢 做什麼呢? 同孔的大小由紅膜所控制的 好 好,讓我先停一停 暫停分享 我再... 再... 再開個一半 先 中四 中五 中五 中五呢? 給大家看 視網膜是眼球的最內層 我通常用的比喻是 如果眼睛是戲院 視網膜是座位 視網膜上有很多觀眾 觀眾坐在視網膜上 讓我開圖 眼睛給大家看 視網膜 右邊 視網膜前面是大銀幕 後面是觀眾 我用聲聲來代替 觀眾會坐在戲院後面 這些地方是光感受器 亦都稱之為感光細胞 他們負責探測光 他們看電影 我們有兩款觀眾 第一款是視光細胞 第二款是視醉細胞 然後是視神經 原來這裡 這裡每一個細胞 當他被刺激了人 感受到光 他會被刺激 他就像一個觀眾 拿著電線 當他受到刺激 他就會按鈕 發送信息 發送信息 我們有很多信息 一次過發送 一條叫視神經的東西 視神經就是在後方 視神經就是在後方 你看到一條大的電線 收集了剛剛那麼多的觀眾 所 按鈕所發送的信息 他一次過發送 傳遞到大哥 OK 再下一點 你們有進過戲院嗎? 你們有進過戲院嗎? 有 戲院哪個位置比較好 各位 對 中間的 為什麼是中間的? 可以看到大門 對 沒錯 如果我給你設計眼球 你會把觀眾放在哪裏 多些人 你會把觀眾放在戲院的 正中間 所以原來 戲院的正中間 我畫一些紅色深深 看到嗎? 看到嗎? 紅色深深的位置 我稱之為黃點 OK 這個黃點的位置 原來 每個觀眾都喜歡坐在那裏 因為經常都看到東西 經常看得最舒服 用得最多 所以 有兩款的 觀眾 有兩款的細胞 第一款 黃點上有 高密度 很多的 時追細胞 OK 很多的時追細胞 遠一點 可能也有些觀眾 但他們不是坐得那麼密 他們最喜歡坐在黃點那裏 另外 剛剛說到 盲點 盲點 原來每個觀眾 發送信息時 有一條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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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電線 幾百萬條 把信息集在一起 你看到我的箭咀 它有一個位置 是一次過離開眼睛的 一次過離開眼睛 一次過離開眼睛 OK 用另一隻眼色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我橙色箭咀所指著的地方 橙色箭咀所指著的地方 橙色箭咀所指著的地方 所以那個位置是擺不到任何觀眾 所以我們就稱之為盲點 那些觀眾那些光感受器 是坐不到在盲點那裏的 OK 再下 晶體 晶體就是 前面這顆 黃點說了 盲點也說了 再下 晶體就是有彈性 雙突狀 有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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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把光線屈曲 折射的 中三有學過什麼叫折射 在物理那裏 把光線折射 聚焦到時望望上 晶體 那晶體跟你的 手機的鏡頭一模一樣 道理 因為它要透光的 所以它是有顏色都沒有顏色的 它是沒有顏色的 是透明的 OK 透明的 有彈性的 有彈性的重點就是拿來 調節 比如你要看近的東西看遠的東西都可以改變 晶體後度 它負責把光線折射 沒有細胞核 沒有微血管令它很透光 後面 圓印帶和摺狀體 圓印帶就好像 有條橡筋 把精體 有時要拉來900 有時拉近些 有時厘述 有時放鬆多 有時拉近點 圓印帶就是中間的繩子 折狀體就是負責拉的肌肉 後面會說到 負責拉到圓刃帶鬆一點 也會從而令到 這塊晶體厚一點、薄一點 好 後面會說 阿禎的結構 由前方看 阿禎的結構是怎樣 是怎樣看的 前面這個部分 前面這個部分 就放在這裡給你看 揭開一層一層給你看 好 後面 紅膜就是在上面 紅膜角膜也是在上面 在上面這層的 再下去就是折狀體 圓刃帶 再進去就是蒸體 後面 後面所說的是水狀液 水狀液是充滿著前面這個 前面這一格的 好 我們眼睛很多時候分前膝後膝 前面這一格就用水狀液 去撐著 去撐著它 因為眼球好像一個氣球 水袋來的 眼球這個形狀如果你要維持著 球狀的話呢 你就一定要用水充滿著裡面的空間 水狀液就是前面這個空間 水狀液就是前面這個空間 後面是玻璃狀液 玻璃狀液就是後面那一格 兩者都差不多 其實是把眼球的形狀 撐著 好像一個球狀一樣 我們前面 這裡很少逐個逐個部分 但是呢 後面我們會再考一曲 好 我們怎樣看到東西的 看到東西的過程呢 就是 永遠記住 經過這樣的路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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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看看藍色線 藍色線 很多時候都是說 我畫給你看 藍色線 OK 這些光線呢 由一個物件 永遠都是這樣發散的 散開的 什麼叫做發散呢 就是 向外散開的 一件物件的光線 永遠都是這樣 那其中有多少可以進來我們的眼睛 就是 就是 在這一部分 可以進來我們的眼睛 對嗎 這一部分可以進來我們的眼睛 如果我們要看到東西 如果我們要看到東西 我們必須把光線屈曲 在這裡的字眼稱之為折射 要把光線折射 是不是 看得到這本書 什麼叫折射呢 就是經過 蒸體之後 屈曲到它 轉彎 然後聚在同一點 OK 中間這個地方叫折射 摘射 摘射 轉彎叫折射 那什麼叫聚焦呢 聚焦呢 聚焦就是在後面 聚焦 就是聚在同一點上 在視網網上 就叫聚焦 好 OK 那你記得 原來光線出來是會發散地寫出來的 然後眼睛呢 做的事情就是把光線屈曲 然後聚焦在視網網上面 有兩隻字 經折射 聚焦到視網網上 兩個概念 你看到那個影像呢 是上下倒轉 左右倒轉 上下倒轉 左右倒轉 的實像 我們因為光感受器 就是那些 坐在後面的觀眾 剛剛所說的觀眾 坐在後面的一些觀眾 受到刺激 然後發神經默充 神經默充就是 現在這一課經常說的 經常有些電的電默充 傳送過去的 這些觀眾傳送電默充 集成一條大的神經 叫做視神經 然後會傳送到視覺中心 我們有 電默充 都還沒看到的 大腦呢 必須要把 默充 傳適成影像 就是平常看到的電 我們不知道是在看什麼的 要經過大腦 我們之後才知道 我正在看東西 OK 傳適成成立的影像 有沒有問題 好 我後面會逐個觀眾 跟你慢慢解釋 視網網上有幾款觀眾 其實就是兩款 第一款 你用筆尖起 書的第幾頁呢 這個是 第十二頁 有第十三頁 書的第十三頁 有一個叫做視肝細胞 和視椎細胞的東西 有兩款觀眾的嘛 光感受器的種類 視光細胞 視椎細胞 視光細胞 當有些光走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刺激到這兩隻細胞 然後發出神經或衝去腦 視光細胞 看見到什麼形狀呢 好像是尖尖的 見不見到那三角形 見不見到 這裡有個三角形 這個叫視椎細胞 OK 視椎細胞 另外視光細胞 是長條形的 長方形的 視光細胞 那這兩樣東西有什麼分別呢? 這些不用看 數量都不用看 我們打橫逐樣看 視追細胞,喜歡弱光還是弱光? 視追,右邊 喜歡弱光還是弱光? 喜歡弱光 所以在光線充足的時候才能運作 在暗的情況下看不到 用不到視追細胞 暗的時候看到的東西是比較黑白的 暗的時候是用視乾細胞去看 暗的時候看到的所有東西都是黑白灰 因為是德士光細胞 你試試回家晚上關燈 你看到的東西是黑白色的 你開燈呢? 這個寫錯了 這個寫錯了 指負責識覺 你應該在書中選擇 指負責識覺 負責識覺 我應該會在書中選擇 好的 指負責識覺 我應該會在書中選擇 好像在書中選擇 現在我可以在書中選擇 我會在書中選擇 我會再用錯 好 好 我會再用錯 色覺 怎樣打 速食 色覺 速食 速食 我自己才來的 好 色覺 好 這裡分別有三種的視椎細胞 三種視椎細胞你不用記到什麼顏色的 這些都不重要 總之我們有不同的視椎細胞就看得不難色 好 沿著 沿著眼球 我先拿著眼球給你看 現在我們想集中看一下藍色這條線 拿著眼球給你看 對 OK 好 沿著眼球我們切開它 畫 先看看 所以這條軸 看到嗎 其實就是這樣 畫出來的 好 開頭 開頭是一個 沒有什麼視椎細胞的地方 沒有什麼視椎細胞的地方 然後你會經過中間 視眸眸的中央 然後再去一個遠一點的地方 再去一個遠一點的地方 明明這個圖怎麼畫出來的 OK 沿著這條線 畫一次 就等於沿著這裡攤開眼球的前面 畫一次 OK 剛剛前面說過了 戲院的觀眾都會選擇位 戲院的觀眾都會選擇位 所以其實 你看到 他們很喜歡坐在 黃點這個位置 有很多的視椎細胞 OK 這個是有幾多 我們在說幾多 我們看一看藍色這條線 藍色這條線 視椎細胞一直都不多 唯獨去到視網中央 去到黃點附近 就突然多了 OK 突然多了 為什麼 多了因為 那裡有多視椎細胞 平時看顏色 多數都是光會照到黃點 那我就多放一些視椎細胞 但是 另外它就沒有視光細胞 因為坐得太迫了 視光細胞不會坐進去 好 再下 去完 沿著 盲點 走完 下一點 就會是 走到黃點 對嗎 再走下去 就會去到盲點 盲點 沒有任何光感受器 因為太多電線離開眼球 所以在這個位置上面 這個位置上面 我們稱之為盲點 OK 沒有任何視光細胞或視椎細胞 所以光線下了在盲點的時候 我們就看不到它的景象 可以嗎 明白嗎 看不到一些影像 那我們再下盲點 再下 看看光和暗的時候有什麼影響 OK 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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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如果我突然找一個電筒 照進你的眼睛 你覺得 哪個位置最容易受傷害 哪個位置最容易受傷害 應該是你的光感受器 就是在你的視網幕後方 突然說這麼厲害的光走進來 我找一個黃色箭墜 指著 這麼多光走進你的眼睛 可以嗎 這麼多光走進來 那你在 視網膜上面的 細胞 很容易受破壞 我們為了保護它們 想要多點光 還是少點光 進來 前面有說過一點 多點光 還是少點光 進來 好 少點光 少點光 怎樣令它少點光 瞳孔要大一點還是小一點 細一點 細一點 瞳孔怎樣才可以細一點 好 瞳孔有哪些方法可以縮小一點 環機收縮 好了 背是容易背 但是理解不容易 環機是甚麼來的 你看看我的紅色線 看到嗎 當它收縮時 當紅色的橫機一收縮就會變成粉紅色 它一收縮就會縮進去 你看到我開始畫一些綠色箭咀出來 橫機要收縮 它就會收縮了一個同好 橫機要收縮 放射機就是在說 放射機 放射機 這個叫放射機 放射機要放鬆才可以拉長 放鬆就可以拉長 它是被拉長的 所以最終的結論就是 原來當我們在強光底下 當我們在強光底下要做的事就是幾樣 第一個是橫機 收縮 放射機 放鬆 放鬆 是要背的 背一邊 而且背背後就會發覺 原來可以推敲出來的 總之光太亮的時候 我就想少一點光 少一點光 你記得這個結構 原來橫機 一個圈狀的東西要縮小一點 圈狀的東西要縮小一點 另一個放射機就是放鬆 OK 好 相反 在黑暗的時候 學生樂 黑暗的時候你想看到東西 你要 給多一點光 還是少一點光 入眼 黑暗什麼 你說一次 可以 黑暗底下 我要給多一點光 還是少一點光 入眼 如果我要看到東西 小一點 不是 環境黑暗 我要看到東西 我的眼睛要放多一點 還是少一點光 進來呢 多一點 對 環境本身已經不夠光線了 環境本身已經不夠光線了 我要光 入眼睛 要放大一點的孔 讓多一點光線進入眼睛 讓多一點光線進入眼睛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或者試試閱讀一下 我看 本身光已經太弱了 你需要多一些光線 才能刺激到眼睛 觀眾 那你需要擴張你的瞳孔 需要擴張你的瞳孔,你要怎樣做? 我要怎樣做? 如果你是死背的話,你讀生物科會很辛苦 這個一定要推敲出來 你會發現原來是藥光,光不夠 就要放多點光進眼球 放多點光進眼球 原來是怎樣做到呢? 原本的橫跡是這麼小的 現在我放大一點的橫跡 放大一點的橫跡 看看我在畫箭咀 放鬆一點的橫跡 所以第一點就是橫跡放鬆 第二點 放射機會收縮 放射機在哪裏呢? 放射機在哪裏呢? 大部分 收縮一點就會比較縮短 那就可以縮短一點 縮短一點 這個方法就是綜藥 都可以把瞳孔撐大 你還沒解到? 好,所以我就是這樣解釋這版 這版是第18頁 應該是一版說了 有沒有問題? 好,再下 那我要看近野、遠野 近野、遠野如何學習呢? 視覺調節 剛剛說過近野 我先畫近野,星星 我先畫一個深 近野要怎樣改變光線 很多時候,光線是向外發散的 你可以試一下在近襪上,寫著近襪向外發散 好,例如近襪 畫一個近襪在這裡 你會發現光線向外發散的時候 這樣吧,外面畫幾條 那部分光線能夠進入眼球 就是這樣 向外發…來自近襪的發散光線 要透過… 看看有沒有一個漂亮的圖畫 OK 這是看近襪吧 我畫一個深 看近襪 你會發現光線既然是這樣出來的 是不是?我有沒有畫錯? 沒有啦 如果我要… 聚焦到在視網上 聚焦就是聚焦到它一點的意思 我是不是… 那個… 光線屈曲得很厲害 在這個部分 明白嗎? 認一下我吧 你看到光線轉彎轉得很厲害 是嗎? 你好嗎? 你好嗎? 你有沒有選到? Sharu 你可不可以再告一次嗎? 可以呀 好 如果有凡親近的東西,它的光線一定是向外發展的 這個你明白嗎? 我用一條條線去描述那些光線印象 我們看到的東西一定是將光線集在同一點上 這個明白嗎? 必須要集在同一點上 所以那些光線走進來的時候,原本是向外走的 原本是這樣向外發展的 是嗎? 我用這個顏色 原本這些光線這樣進來的時候,是不是向外散開? 你是不是要將光線屈曲 屈曲到紅色這樣? 如果你不屈曲的話,光線就像橙色線一樣向外走 所以為了屈曲 為了屈曲這些光線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明白 明白嗎? 我聽到一點點 所以我們這個 蒸體 要弄厚一點 平時的蒸體會比較薄薄的 這次我們這個蒸體很明顯是比較薄厚的 OK 你可以選擇在左邊這本書 這個位置 蒸體變得較厚 蒸體要變厚一點才可以將這個光線屈曲 這是一個物理現象的狀態來的 蒸體要厚,光線會轉彎 嗯 如果蒸體不厚,你會不會轉彎 明白嗎? 那怎樣才可以令到這個蒸體更厚? 怎樣才可以令到這個蒸體更厚? 原來呢 外面有一圈 很大圈的肌肉 外面有一圈很大圈的肌肉 當它收縮的時候 它會向內收縮 向內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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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蒸體是一個有彈性的東西 如果我面對面鴿 我就會拿一些橡筋給你看 現在它向內收縮了 是不是真的沒有扯得那麼厚? 平時不是向外拉扯著它嗎? 向內收縮 是不是真的沒有扯得那麼厚? 那麼你看到呢 下一點就是 第一點 折撞肌收縮 第二點 圓印帶 沒有張得那麼厚 會鬆弛了 好嗎? 好嗎? 我畫個晶體給你看看 原本的晶體就是這樣的 原本的晶體 為甚麼拉得那麼薄呢? 是因為 有些 圓印帶 扯著它 好嗎? 我希望可以拿著這本書來畫 好嗎? 好 現在 這個晶體 為甚麼可以做到厚了這麼多? 因為 那個 扯著的力 變小了 扯著的力 變小了 扯著的力 靜體變得較厚 好 靜體變得 第一點 折撞肌收縮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你還是要讀這堆東西 你盡量理解它 你盡量理解它 圓印帶的張力就會鬆開 變得鬆弛 晶體會更厚 曲率會增加 所以才可以把光線 所謂折射的幅度 甚麼叫折射的幅度 其實就是 這個位屈曲的幅度 這個位屈曲的幅度 看到嗎? 你有沒有看到屈曲的幅度 好 折射的幅度較大 才可以讓它聚焦於 視望摩上 甚麼是聚焦呢? 聚焦就是在這裡 聚焦在同一點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看到近距離 看太久就會有問題 OK 看近距離明不明白 不明白的叫停我 兩個不明白的叫停我 沒有其他機會 問嗎? 你現在不問 如果不明白的 對嗎? 超級軟的幅度 所有物件都是光線會發散,我剛才說過,光線會類似這樣散開 會類似這樣散開 當你看到一件非常遠的東西,你看到我畫了螢光幕 非常遠的東西,這兩條是否近乎平衡線 明白嗎?這兩條線是近乎平衡線的東西 所以我們畫觀看軟墨的光線都是平衡線的 平衡線 OK 前面的晶體是厚的,現在晶體就要薄一點 晶體較薄 你可以寫在下面這頁,第21頁 晶體較薄 如何令晶體較薄呢? 第一頁就是要 第一頁就是要外面的肌肉 叫做圓 叫做節狀體 外面的肌肉呢,一放鬆了 它就會向外面拉著 它一向外面拉著 它一向外面會怎樣? 一向外面的話它就會 對 它就會 斷了 這裡是圓 bum 怎樣? 學生了,我明白嗎? 可以的 為什麼會被繃緊? 折撞機做了什麼? 放鬆 讓圓刃帶的張力 怎樣? 圓刃帶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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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看著我下面 這張圖 看到綠色的 那塊晶體 我拉緊了它,就會扯薄了 那塊晶體 所以它就會扯薄了 晶體變得比較薄 所以我們把光線 屈曲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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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線屈曲的狀態 屈曲的狀態 上一次不是屈曲的狀態 轉彎的狀態 不需要太多 都足以令到它 聚焦於是網磨上 最終目標一定是聚焦於是網磨上 好 這個又要背了 我希望你能夠理解 不是背 但你真的看不明白 你也要背 1,2,3點 3點 我會測 好 曲率最少 意思是薄 晶體曲率越少 就是晶體越薄 晶體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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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體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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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體變光 晶體變厚 晶體變廚 晶體變深 晶體變廚 晶體變廚 晶體變力 眼睛無病,我們會考慮近視軟致,你需要先休息一下嗎? 可以先休息一下嗎? 還是繼續? 免得拖延長這麼久? 繼續吧,sir 24版,近視 近視是看到什麼? 近視是看不到遠遠還是近遠? 是常識來的 遠遠 看不到什麼? 遠遠 看不到遠遠 為什麼看不到遠遠呢? 我們用圖解 遠遠遠看不清楚 遠遠遠看不清楚 前面說過蒸體厚的話會怎樣? 蒸體勁厚的時候 有顆蒸體給你看 蒸體勁厚的時候 他會把光線 放一顆光線 放一顆光線 光線 原來他會屈曲得很厲害 越厚的蒸體就越屈曲得很厲害 所以 屈曲得 他根本就是聚焦的位置 不是位於視網上 而是位於視網前 這樣我們就會看不清楚 所以他很嚴重 其他眼睛 整體太厚了 看到眼睛夠過場了 總之視網前 提到前面形成了一個影像 就叫近視 近視 矯正方法 用一顆顆透鏡 那顆透鏡 就是中間的比較薄 在生涼的 他就可以把光線 比較平的光線 發光向外 發生外面 發生向外面 然後 光線發生 然後把光線塞進來 我們不會想 影像形成在前面 我們想把光線塞進去 發生就是把光線塞進去 好,遠視是怎樣 你會畫的 遠視是看不到近的 看不到遠的 看不到遠的東西 為什麼看不到遠的東西 因為近的東西 你記得我們所說 看遠的東西必須要把光線屈曲得很厲害 平常看到的東西是這樣的 但是它的晶體 晶體呢 晶體應該要有這麼厚的 誰不知它太薄 晶體太薄 晶體太薄 那光線不屈曲會怎樣 光線不屈曲得夠多 它就會把影像形成在後面 所以看不清楚 你看看它的圖畫 影像在視頻後面形成 所以看不清楚 或者眼球過短 也是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看近的東西 就要先戴一個突透鏡 突透鏡的功用 就是在中間 外面兩邊 比較薄 你進入眼睛之前 把光線屈曲 把光線屈曲 轉彎 之後再進來的光線 就可以聚焦於視夢波上 光線匯聚焦 即是合在一起 盡量 影像在視頻波上形成 所以到時候 麻煩大家 你畫的時候 把晶體太薄 畫在 這個圖畫 光線 箭嘴 突透鏡 全部畫進去 軟視那裡 OK 明白 最後色盲 看不到顏色 為甚麼看不到顏色 先插小一點 很多時候最常見的 叫紅綠色盲 就是紅綠色分不到 紅綠色分不到 全色盲就更嚴重 甚麼色都看不到 非常罕見的 因為我們要看彩色的東西 是靠視椎細胞的 數目不足 為了缺陷 數目不足夠 或者本身視椎細胞 是壞壞的 所以才弄成這樣 看不到 所以才弄成這樣 矯正方法 無法治療 遺傳的 OK 這樣就飛下去了 耳朵 前面 我想你選擇 記得 考近視遠視其中一項 畫上鏡片給我看 畫上光線給我看 近視遠視要考 看遠視看近視要考 看光暗也要考 看光暗也要考 三樣都要考 還有這個圖 視椎細胞、視光細胞的分部 都要考 有四樣東西 其實你讀了四樣都應該 都得到不少分 一半分 好,遠視 耳朵 耳朵 耳朵呢 我們很多時候聽不到 用手放在耳朵旁邊 就盡量聽 為何會幫助你聽到 原來這隻手就像耳朵一樣 耳朵呢 耳朵呢 就是這塊耳朵 幫忙收集聲波 收集聲波 耳朵就是傳遞聲波 那有沒有見過一個鼓 有見過一個打鼓的鼓 鼓末呢 就是當你有些聲波 即是跟他說話的時候 那它就會變成一塊 變成一塊鼓膜 在鼓上面那塊皮 你有一些聲波 叫起來 它就會震動 它就會震動 震動造成的 就是 當這一塊 這一塊鼓膜會震動 它就會繼續把震動傳進去 逐一塊骨 這樣傳進去 我們稱之為 聽小骨 聽小骨的功用呢 就是 這樣吧 最小粒的骨 把震動幅度 即是再擴大一點震動 我們送到一個地方叫卵原窗 卵原窗 就是 待會我們聽到聲音的入口位 OK 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中耳 如何平衡氣壓 我這次不再考 內耳 內耳反而會聽一下 內耳有一個叫做 聽神經 就是收集了聲波 神經默充 然後傳送到老婆 耳窩呢 有一個特別之處 它就是 三條管 每一個位置 你這樣解開它 然後呢 裡面含有三條管 這三條管 我們 戴開它 看一看 上下管 就叫外耳巴 中央管 叫內耳巴 內耳巴 內耳巴就會有一塊薄膜 當外面的震動 傳到 這些耳巴 藍巴 藍巴 就會 將這塊薄膜 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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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它震動 如果有實物在 我都會用一條橡筋 示範一下 當你有一些震動 你就會刺激到 你會動到 這些感覺無細胞 OK 你動到它們 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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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無細胞 就會刺激到它們 將神經物充 傳送過來 傳送過來 傳送到腦部 要分析這些 神經物充 原來這些神經物充 聽到 好 還有半規管 還有三條管 它們有些感覺無細胞 去探測一下運動 向哪邊運動 例如你突然坐地鐵 坐一坐 一剎車 整個人飛前 你會感覺到 個人不平衡 我們會突然間 另一隻腳 向前 踩著前面 地上 保持身體平衡 好 再落 到後面 如何聽到 第一個 Equad Equad 收集了聲波 傳送到入聽道 聽到 聽到 就會令 這些聲波 會 撞到鼓膜 鼓膜 就會開始震動 一邊震傳進去 震動 就會經過聽肌骨 擴大了傳送到卵元槍 記住 卵元槍 是 這個字 卵元槍 是入口 是耳窩的入口 是震動的入口 經過卵元槍 傳送進去之後 卵元槍會震動 令到耳窩上下管 外臨巴會震動 記住 外臨巴 外臨巴就是 上面下面兩個地方 外臨巴會震動 外臨巴會震動 也會把震動傳送進去 你看到左手邊我畫這個圖 把震動傳進去 刺激了裡面的感覺無細胞 感覺無細胞 就好像 上面這樣 當你上面這塊薄膜一震的時候 感覺無細胞 感覺無細胞會發出神經脈衝 沿著聽神經傳回腦部 產生聽覺 OK 最後充滿了 壓力 就經過圓槍放出來 這裡大約 我和你溫成這樣 你回去 自己再 看一看 題目 做一點 如果可以的 做一下書裡面的測試站 OK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這裡已經溫了一個多小時 和你們慢慢解釋 需要一些時間 慢慢慢慢去說 還有沒有問題 那我會把影片放回 Youtube 就讓你們看看 好 好 行吧 兩個人在這裡 在這裡 OK 行 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OK 好 我吃飯了 好 再見 拜拜